真的是一夜半惊魂 有学生在宿舍里的床铺上睡觉 睡到一半觉得旁边怎么有动静呢 睁开眼一看 竟然发现的是一名陌生男子 就躺在自己身旁 让他吓坏了 连忙找射箭来报警 而警方到场之后呢 这个名男子才不甘愿的下床 最后了解 原来他也是同宿舍的学生 因为喝醉了 才会走错房间躺错床 你在 要喝酒吗 我不知道 他这样突然藏上来 远景爬上 上铺一看 只见一名男子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全身还散发出浓浓酒味 他突然闯不进来 我们都在睡觉 他躺在我旁边我就在跳下来 我都睡觉 他突然躺在我旁边突然冲上来 只是一旁的同学早就吓坏了 因为他原本好蹲蹲的躺在床上睡觉 睡到一半突然感觉到身旁有动静 睁眼一看竟然是一名陌生男子 睡在自己旁边 起来 怎么可以 这不是你家啊 你怎么站在那边 喊了好几分钟 男子这才不甘愿的走下床 一边晃头 清醒酒 我们出去 拿到我的 拿到我的 不要 这不是你的鞋子 离开之前还差点把别人的拖鞋穿走 让一旁的学生既无奈又傻眼 蛮惊的 还蛮恐怖的 也会吓到 住宿神然后 就是喝醉酒然后走错位置 他有回答说他的房间在哪 他们再去查有没有这个人 受了解原来这名喝醉的男子 不是宿外人士 而是同宿舍的学生 但因为不生酒力喝茫了 这才走错宿舍房间躺错床 但有学生抱怨 虽然宿舍看似要靠学生证 才能进去 但其实门禁管制很松散 有时还可以看到 学生刷出入卡之后 后头的学生没刷卡 就跟着走进来 其实有些人刷完 后面还是会跟着 就是一起进去 可能茶酒类这方面 还是要严格一点 学校方面回应 会依照学生宿舍管理办法 这对男子酒醉不当行为 召开奖程会议称处 但这场惊魂祭 已经让学生吓出冷汗 记者为提出称名 特报导 我自己认为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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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